3 2 1 起修 牡丹游客中心 正式起路 起用牡丹游客中心 后续还有续海旅游资讯站 及满洲乡的酒棚旅游资讯站 及冲浪基地 正式宣告洛杉丰风景特定区品牌 风雨半岛 旅游服务软硬体接已到位 坪东县长周春明表示 洛杉丰风景特定区内 拥有山 海 森林 溪流 湿地 草原等多样的自然景观 也有历史一支长玉 丰富物种生态 期盼透过全新观光品牌 风雨半岛推动 邀请游客来场深度永续的旅游体验 我们坪东县政府 在2018年 在我们的 恒川 车城 满洲 还有牡丹这四个乡 我们成立了洛杉丰风景区 是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区域 那为了打造这个风雨半岛 我们成立了一个新的品牌 也谢谢我们交通部观光署的一个支持 我们在牡丹 在佐藤 在旭海 那成立了游客中心跟这个旅游的资讯站 欢迎大家来到这个不一样的恒春半岛 我们的东太平洋可以看到星空 可以有大草原 大沙漠 还有这个一望无际的海 洛杉丰风景特定区范围涵盖车城 牡丹及满洲与恒春等乡镇 近年平线服务也争取交通部观光署 补助新建相关建设及场域 并同步进行解说员辅导培训 生态油城优化 建制智慧观光系统平台 观光品牌行速宣传 希望提供游客更丰富的旅游选择与服务体验 牡丹的洛杉丰风景区的资讯馆 跟我们九鹏的联合今天的开幕 它是结合了过去107年 班孟安县长 他从此在规划 争取到这个风景区 这一串联的洛杉丰风景区串联起来 对以后的旅游的资讯 会提高很多很完善的服务 跟最新的资讯 来导览在我们的游客 国际上的行销 在满洲 恒春 车程 牡丹 都有相当的注意 新设计的场所 期盼让每位游客 都能获得更优质的服务体验 发现风月半岛带来的无限惊喜 一起感受洛杉丰风景特定区的独特魅力 记者不一听唐新贵采访报道